經濟邁一個政治主張 那是台灣可以列為精神女秀的標語 非常強的一個口號叫做 所以我對陳其邁從那時候就開始非常之意 所以陳其邁政治主張 跟我一直是非常長期的一致 畢竟對偉大人的景仰 就如韜韜江水連綿不絕 又有緣旺河氾濫 一發不可收拾 我去過八大電視台 但我沒去過八大電視台 那你比謝忻尼波多了 然後我是唸傳播學系的 但是我沒有 不認識傳播妹 沒有認識傳播妹 這整個歪樓了 那後續他還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已經差不多一百四十幾天 只跟妻子吃過兩次飯 他妻子一直在抱怨 為什麼沒有時間跟他一起吃飯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民評評理 愛理不理隨便你 但是我們提供更多更深入內幕的資訊 讓你來決定到底要不要關注這個議題 那今天最熱門的議題呢 當然要從陳時中的那段四十幾秒的VCR 開始來討論 這段的VCR呢 現在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在裡面 最新的說法 這是一個屬蛇的人的聚會 叫做蛇會 每個月有一次陳時中只是剛剛好到現場 那陳時中口中所宣稱的南部高雄北上的朋友邀約 這個朋友現在也跳出來了 他叫做劉教授 劉教授說 他要拿一億元出來打賭 現場沒有女性陪侍 如果有女性陪侍的話 他就輸一億 這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一億屬蛇的劉教授 到底這場神秘的聚會目的是什麼 陳時中在裡頭又做了什麼事 節目當中我們來深入的討論跟追蹤 讓你決定這個議題到底重要還是不重要 介紹今天節目來賓 國民黨的羅志強 大家好 民眾黨的陳思雨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華偉翰 確認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當然先來看這場神秘的聚會 這場屬蛇的人的神秘聚會 那當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陳時中指揮官在裡頭 唱了歌喝了酒 那這一場聚會有沒有違反防疫的相關規定 第一個我們要強調就是去年6月份的聚會 不過這個日期現在又出現了羅生門 第一時間衛福部告訴大家說是6月15號的聚會 昨天記者會上面又說是6月1號 不過似乎是一個口誤 衛福部還是說是6月15號 去年的6月15號 不過今天劉教授啊 出來告訴大家說 他是6月初的一個禮拜一的聚會 那如果是6月初的某個週一 回去翻翻閱歷就發現了 6月初的某個週一 那一天叫做6月7號 那才叫做6月初的某一個週一 蛇會居然是屬蛇的人所組織的 那屬蛇的人應該不容易忘記日期 所以到底是這個劉教授所說的 6月初的6月7號解封日的當天 還是衛福部所說的影片是6月15號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這段影片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呢在影片當中喔 其實有幾個關鍵人物喔 大家很好奇 這個大家認識喔 就是這個政威的董事長郭台強 然後呢這個大家不認識喔 跟陳時中並肩喝酒的人叫做陳士忠喔 認識的是喔 那陳時中陳士忠喔 看起來像兄弟黨般的在喝酒 但是呢陳時忠說他不認識他 他說呢現場所有的人呢 他都是第一次見面 除了他那位朋友叫做劉教授 那劉教授到底是誰喔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神秘的線索 在這場聚會 劉教授就光明正大的站出來 告訴大家說 我是誰 我屬蛇 我有一億 可以跟你對賭喔 其實他對賭的對象是你們的黨主席 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說呢 如果在國民黨時代呢 有政務官出現在 有女性陪侍的場合 通常這個是有點像八大行業的場合 的話馬上就下台喔 那陳時忠的說法是說 為什麼要下台 下台標準是什麼 是我有喝酒嗎 還是我有唱歌喔 那其實朱立倫講得很清楚 如果有女性陪侍的話 就是一個不適當 政務官不應該去的場合 自己就應該要下台 那一億已經對賭了 朱立倫會接招嗎 第一個喔 我想是要轉移焦點嘛 因為是這整件事的本質 我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我是蠻開心的 我很肯定陳時忠 你感覺這個場面很歡樂嗎 沒有我覺得陳時忠這樣做是對的 我覺得大家為什麼要罵他 我也不懂對不對 陳時忠你看 最後被揭露 是不是平潭招商局的副局長 哇不得了 中共同路人我方陣營又再度的壯大 你知道嗎 我現在我方陣營的猛將如雲 對不對 不要講說黃偉漢是中共同路人 對不對 我羅志強是中共同路人 我們柯文哲也中共同路人啦 我們一堆紅辛巴拉跟什麼 那個檳榔煮啊對不對 現在再加一個我們的陳時忠 中共同路人啊 我講一個白講白了 這張照片換一換 換個柯文哲 好不好換個柯文哲 請施語評論一下 換個柯文哲嘛 換個羅志強 再換個朱立倫對不對 你請問會放過我們平潭招商局的副局長 然後這個是柯文哲 平潭招商局副長 這個是柯文哲 他會怎麼講嘛 所以我講陳時忠這個局 基本上是很歡樂啦 那也是中共同路人的大勝利嘛 就可見我們今天 到底是川島方子還是貪圍對不對 滲透成功是嗎 是意思嗎 所以不要轉移焦點 第一個我們就講說 那照民進黨的標準 我不知道別人的標準 就這張照片給我換成柯文哲 換成朱立倫就好 來看看民進黨 要怎麼罵這張照片就好啦 所以不要拿我們的標準 我們沒有標準 就像今天陳其邁好棒棒的標準對不對 陳其邁我昨天才在 又在打一下陳其邁 因為台中市議會現在炸鍋了 因為台中發生一個悲劇嘛 我們這大學生 我們覺得是要為他祈福 可是他現在就是有一個重傷的大學生 就彰化的一個惡少 到台中來打人 就現在台中市議會議員 要盧秀燕下台 那我就說盧秀燕真的該下台 為什麼 因為陳其邁就有肩膀啊 他46條陳忠誠大火的人命發生 他第一天就請辭下台 結果馬上被網友跟著 沒有他還沒下台 你在做夢嗎 對 我就講說今天說實在話 台灣所有的私配標準 哪是我們國民黨有能力去定的 這張照片我們第一個講到 先我已經講完這個陳小禎對不對 旁邊那一位陳世忠對不對 他今天所之前所涉及的弊案 都是跟衛福部跟醫療有關的 一些所有的一些 醫療器材採購的弊案 那我要跟大家講 下領健保費 不是今天你今天一個政務官 而且你是夜館的政務官 那你去這個參會 難道你不先要 先叫人家先把名單調給你看的嗎 你不是要先了解一下嗎 一樣同樣的問題啊 今天衛福部長是柯文哲在這個地方 他沒有一個陳世忠在那裡 你民進黨不殺死他對不對 捅他378刀都不止吧對不對 要把他放到那個丹爐裡面去 這個燒個7749天 我在夜宿7749天 燒他7749天 所以我要講說今天這個 這一場的這個本質 你今天朱立倫說如果 如果就假設性語氣嘛 也確實啊 如果說今天我不知道啦 這個是不是算是 所謂的有女陪式的八大的一個場合 我不知道啊 可是我要講說如果是的話 一樣確實啊 你就是三條死罪嘛 第一個中共同路人 第二個說跟那個 貪固犯 對跟涉嫌 然後跟第三個 跟所謂的那個 那個有女陪式 那三個是不是 紅 黃 跟黑 全部沾了 那你不死3457變 我也服了你這個國民黨的官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拿什麼標準 不是國民黨的標準 拜託就是你今天民進黨的標準 最後我還是要講一件事情啦 我告訴大家 我從頭到尾不相信陳時中啦 這件事我從頭到尾不相信陳時中說謊 他就是一個 經常切香腸的人 他的說法 哪一次有對過攏 他每次第一時間 遇到每件事都出來說謊 第一時間就說謊 說完謊被抓到以後 他在改說法 我今天不是說這件事他說謊 而是他過去的說謊 幾乎多到我已經 我腦袋負荷不了記不住 好 待會可以請其他來賓去分析 他已經沒 他可以到昨天說 跟今天說跟明天說 可以連三天說法都不一樣的 超級謊言家 這整件事情陳時中賭一件事啊 我講6月15號 你有本事給我找出正確日期 你找不出正確日期你就閉嘴 6月15號就是一個他想要講的日期 是真的日期假日期 你不知道你就沒辦法 然後呢 至於裡面因為只照到看到這一角的人 其他人是誰你也永遠不知道 但現在連地點說真的 也不公佈啊 你就跟我講說私處哪個私處啊 你跟我講啊地點啊 你給我把地點告訴我啊 讓大家記者去拍現場嘛 你就知道那裡到底是不是八大嘛 還是私人招待所 還是就是一個餐廳的包廂 我怎麼看得出來是什麼東西 那所以因此 今天陳時中他講這些東西 我跟大家講 哎呀聽聽就好 他說講很負責任的人 他全是台灣最負責的是他啦 311他要負責 負責原因是因為311 3加11是那個不是破口 所以他不用負責 不過這個陳時中現在包括了時間 包括了地點 都有不同的說法出現了 都變時間點都搞不清楚 還有參加的人有哪些 這也是眾說紛紜 好像這些都不需要交代清楚 這個縮起地點 有人也質疑說這個場合不符合防疫 因為6月7號 去年的6月7號是解封日 陳時中說是6月15 所以不在三級警戒的時間內 那如果相信的話 那今天劉教授又有點戳破他的謊言 因為劉教授說的是6月初的某一個星期一 那如果社會的這個組織成員 都認為是6月初的某個星期一 那就跟陳時中的6月15號是都不在一起的 那講起這個地點 陳時中總會說不是大安區 不是中山區 那是一家餐廳不是招待所 這個是在玩猜謎遊戲嗎 那你們台北市政府 對於防疫的嚴格程度 在去年的6月15號 那現在到底人數多少也說不清楚 因為人數有人說10個人 劉教授又說有十幾個上市櫃公司的老闆都在現場 然後再加上有郭台強 再加上有些鼠蛇的聚會 那顯然是2、30個人 如果照劉教授的說法的話 那2、30個人在6月15號即便不是三級警戒防疫 指揮中心其實也有防疫新生活的指引 那防疫新生活的指引 請告訴大家是8人以內共餐 這隨便就10幾20人了 那有沒有違反防疫規定 你們台北市政府不用了解一下嗎 我想這部分就像剛剛志強哥講的 就是陳時中部長他講話真的一直兜布 包含三家11大記憶遊行的 就是先從說這個會他沒有參加 是陳忠彥參加 後來又變成說這個陳忠彥原來那天也不知道 後面又變成說沒有回憶紀錄 所以這說法反反覆覆 但我想最重要我們回頭去看 到底還原時空 那時候陳時中在做什麼 像碩玲姐講那個時候其實是防疫新生活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6月的時候其實去年6月 陳時中部長是到處去各個縣市 幫忙做防疫新生活的這個活動的宣傳 包含去墾丁大街穿花襯衫 或者是去沾花去嘉義做活動的宣傳 甚至是我還記得在去年6月9號的時候 他接受了一個媒體訪問 那裡面問到說 因為那時候他的民調非常高 大家在問他說是不是要參選台北市長 那後續他還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已經差不多140幾天 只跟妻子吃過兩次飯 他妻子一直在抱怨 為什麼沒有時間跟他一起吃飯 結果沒想到如果以6月9號推算 不管現在時間是6月1號 6月7號或6月15號 陳時中部長只跟妻子吃兩次飯 可是卻被爆出他去參加了這樣的飯 而且還有可能是違反到這個防疫的狀況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讓大家還原時空去想 其實那個時候民調這麼高的陳時中部長 然後又說因為很忙心裡很勞累沒有跟妻子吃飯 可是卻出現在這樣的場合 那第二個部分是 其實我們回頭看一下 從去年6月到今年3加11爆發的時候 外媒是怎麼講我們的 大家在講說我們本來是防疫的模範神 在世界防疫的排名都是在前面前段版 結果沒有想到到後續外媒就評論說 因為我們疫苗的這個接種率不夠 然後我們的篩檢量不足 然後甚至是我們的這個疫情 因為太過於鬆懈 所以導致後續的爆發 那在這中間這一年裡面 到底是我們鬆懈了 還是指揮官已經鬆懈了 陳時中的防疫新生活 跟我們大家的防疫新生活 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的防疫新生活是一個7月份 這6月17 7月份考生去考場 每個人都要戴口罩進去要量體溫 然後爸爸媽媽不能夠到考場 這麼嚴格的一個防疫新生活 結果陳時中的防疫新生活 是這樣子的一個景象 但是這是去年6月15號的影片 不是今年6月15號 絕對沒有時間錯置的問題 去年的6月15號 陳時中的這一個影片流出來 那現在大家當然說這是認知作戰 說這是認知作戰 是不是中共滲透 那剛剛這個中共是不是滲透 這已經有一個大問號 因為這個參會裡頭 的確有中共的相關的人士 是不是中共滲透 那包括民進黨現在的口徑都一致 這是為了要打擊指揮中心 那包括謝忻你 還以他自身的經驗告訴大家說 他以前在台南當議員的時候 然後也常常去這一個八大場所 因為那時候的議長喜歡啊 所以他就會跟去 所以根據他多年的經驗來看 他覺得這個現場 應該是傳播妹拍攝的 現場傳播妹這三個字是謝忻你先講的 他是判斷現場應該是傳播妹拍攝的 而且他還特別指說 這個傳播妹應該是中共派來的 因為他說呢 這個危險性比青大被滲透還危險 所以傳播妹子圈已經被中共滲透了嗎 這是謝忻你的推論 那當然呢 這個打蛇隨棍上的國民黨立委 就跟上來說 欸 裡面有長頭髮的 長頭髮的應該就是范菊妹 不管傳播妹還是范菊妹 用長頭髮來判斷絕對是一個錯誤的標準 那只是說 到底是不是中共派來的 蔡易北說這是一個國安問題 因為呢這個影片都在微博上面傳 所以呢是國安問題 國安局要好好調查一下 這個到底是不是中共的滲透作為 有可能是中共的滲透作為 大家會相信說這是中共的滲透作為嗎 尾翰 我本來想說今天來到演出的話題 但我現在發現整個都歪樓對不對 好 八大 你這件事很嚴肅好不好 被中共滲透還不夠嚴肅 我現在發現我嚴肅不起來 我去過八大電視台 但我沒去過八大行業 那你比謝忻你不如多了 然後我是念傳播學系的 但是呢我沒有 不認識傳播妹 沒有認識傳播妹 好 這整個歪樓了 你看 傳播妹 范菊妹 真的都歪樓 長頭髮就范 後來賴斯寶 然後PO一個臉書 跟大家澄清就是他不是那個意思 有點口誤啦 我先跟大家講 謝忻你 就是前立委嘛 他要這樣PO的原因 我不知道他是要救陳時中 還是害陳時中 我到現在為止 我 有些事情我很有那個看法對不對 你說他可能是反串是吧 我到現在為止我抓不準 我抓不準 那到底什麼意思 現場如果有傳播妹 是中共派來的 那陳時中還跟他高歌飲酒 後搭啦 那陳時中就是剛剛強哥講 中共同路人沒有錯啦 他是被設局好不好 我告訴你陳時中 來來 陳時中部長 你要注意喔 你現在正一步一步走上清德的後路 大家記得嗎 我的好朋友清德啊 不是不愛文蔡 而是更愛清德 我不是跟大家開玩笑喔 因為現在大家都忘記了 現在是2021年11月對不對 2019年的4月到6月 賴清德當過兩個月的中共同路人 他跟蔡總統黨內出選的時候 就是中共同路人 如果陳時中你還在想選直轄市市長的話 後面不知道他有沒有什麼東西 已經在暗示你了 你怎麼可以跟傳播妹 跟中共派來的傳播妹呢 對不對 然後他現在跑 有一個人跑去平壇了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這都不是我今天想要講的重點 因為我覺得太歪樓了 來 導播我們把他倒為前一張好不好 好啊 陳時中怎麼講 其實是秀琳姐幫我滑啦 對 是我好不好 直接教我就可以了好嗎 謝謝謝謝 是我 陳時中 跟陳時中只有一字之差 不是兄弟 你要澄清不是兄弟 對 但是問題是 他說他不認識他我覺得 一個衛福部部長不認識 然後不認識你還在飯局當中 那你至少開始吃飯之前 他也第一個名片告訴你 我是個醫師 你是衛福部長嘛 你說不認識 怪 第二個 他跟郭台強也乾了一杯酒 可是他說他都不認識 他只認識大家來的劉信 對 他只認識劉教授 他整個飯局二十幾個人 只認識劉教授 各位萍萍裡的網友就講說 我跟大家講 我今天來參加這個節目 可是我跟你講 都不認識 這好像是貧秀琳嗎 不認識 羅志強啊 有看過 不認識 你會不會覺得我真笑 不認識你在像 嗨成那樣 喝成那樣 你說你不認識 而且這種飯局 其實基本上 都已經把門關起來 看起來 他是一個小包廂 不是那種餐廳辦協 一個大的像圓山飯店 五十桌那種對不對 那種狀況 你今天政治路也好 民意代表也好 特別是民意代表 你跑通他到了以後 認識那個主客 其他的 詛咒人不認識 我有可能 可是你都已經在那一個 封閉式的 而且他說是小蛇會對不對 小蛇其實有人講小龍 那王金平就有一個小龍會 小蛇會 其實是蛇會 但是不要講蛇 所以講小龍 對不對 不會有人講蛇會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黃組長眉毛 以後案情不單純 我的了解 沒有人講什麼小蛇會的 都已經是蛇了 還是小蛇 蛇就是小龍 王金平就有小龍會 所以要講小龍會 對 我們有聽過屬蛇的 叫小蛇會的 就叫做小龍會 好多喔 王金平也是屬龍嗎 對啊 他是屬蛇 那他有沒有參加這個小蛇 王金平 小蛇會 他們可能差一輪吧 王金平有一個小龍會啊 上次柯文哲問我 王金平什麼動物 我就說是蛇 他就還說狐狸有沒有 好可以跳過這個 來我跟大家講 重點來了 觀眾朋友 好想知道他們都屬蛇嗎 好 第一個 他們是不是都屬蛇 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來 我們拼拼你才有 你等一下 看完我們節目之後 你去滑 2020年的6月 15號之前 1號 8號 15號 三個都禮拜一 1號不是吧 1號是禮拜二 1號是禮拜一 1號還是禮拜一 18 15都是 所以他們後來改成1號對不對 6月7號 然後6月7號是禮拜天 沒有 孝遠姐 你可以滑上手機就知道了 我不會亂講了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剛剛在螢幕上面看到的 這個白色襯衫的這一位 看起來跟那個BNT爸爸 郭台銘很像 對 但是他弟弟叫郭台強 我沒看過他本人 但我都認識他 所以也有一種說法 說這是郭台銘派弟弟 來設局陳時中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秋林姐一聽完以後 大概就知道 黃組長案情並不單純 6月16號 是郭台強的生日 好 這樣大家知道嗎 所以這是為郭台強慶聲 是很有可能的 I don't have a clue 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如果陳時中可以在影片 爆出來的 當天晚上就跟大家回憶 不是他本人 是部長辦公室回憶媒體 6月15 2020對不對 那因為6月16 是郭台強的生日 他會不會是生日當天跟家人吃飯 生日前一天 小龍會 括號蛇會 來個例行的 禮拜一的6月的聚餐 然後呢 陳時中也跟著來 那你講到一副就是雲淡風氣 我根本不知道這什麼狀況來了 就有點怪了 如果是某董事長的生日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是不是呢 都沒有回答 然後你現場至少認識三個人 教授 陳醫師 郭董事長 我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在跟你講什麼傳播妹的事情 因為那個事情其實基本上 我在乎的是 因為人都會有很多的飯局 去飯局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錄影 來 導播幫忙拍一下 攝影大哥 你看我們還是有用隔板啊 對不對 我們還是按照指引在走嘛 然後前一陣子 有隔板還要戴口罩喔 就按照這樣子走嘛 那你今天 當衛福部的部長 你可以去飯局 現場就算真的有 所謂其他人的 帶來的友人 女生 頭髮有的長有的短 OK 那跟你無關也可以 但重點是你按照你的 防疫的事情去走就好了 我在跟大家講 因為我時間控對不對 第一個 6月16 6月16過太長生日對不對 那6月15是他一開始講的日期 搞到6月1號 現在要調回來6月15 我跟大家說 你上網去查 2020 6月15有個新聞 叫做大考中心宣布 今年的所有指考學生 必須戴口罩才能考試 誰敢把口罩拿下來 取校應考資格 所有幾萬個家長 幾萬個學生要應考 然後更多的家長 都在想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小孩 會不會很悶啊 考試怎麼辦啊 就6月15 2020去年那一天 大考中心告訴你 講說因為指揮中心叫我們 一定都要戴口罩 大家還在擔心你的小孩 考試的時候會不會 因為有些小朋友過敏啊 鼻塞什麼 吸不到氣啊 而且有些考場沒冷氣 對 所以其實就是 然後窗戶都要打開 有冷氣也要開窗戶 因為怕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還在擔心疫情 我再講一次 2020年6月15 沒有2021年的6月15嚴重 因為2021年的5月中以後 進入三級警戒 對 可是你不要告訴我 去年6月是雲淡風氣 什麼都不用管啊 還是要戴口罩 還是有室內1.5 室外1公尺的安全距離 那你看光是這張照片 他跟這位陳醫師 兩個人有1.5公尺的距離嗎 他說他認為有社交距離 怎麼會有呢 他會說你有違反社交距離 一公尺嗎 他說我覺得應該有啊 那我現在基本上 我就把這個隔板拿掉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跟陳思宇 兩個人的距離 大概有一個太平洋嘛 空間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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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新生活跟我的新生活不一樣 你的1公尺跟我的1公尺也不一樣 這位陳思宇醫師 是第九給他的人 酒一來 他看著上面卡拉OK的那個 還看字幕 這不是你的招牌歌嗎 怎麼還要看字幕的 他連酒是 給他的是什麼都不知道 說不定是辣椒水對不對 看都沒看 來了以後就給他喝打啦 對不對 你說你跟他不熟 你說你們兩個距離有1.5 這些才是我關注的點啊 因為我剛剛跟大家講 傳播跟八道我不熟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但是我在乎的是這些規矩 我批評說這個規矩已經違反到什麼 已經是這個 無法原諒啊 他必須下台我沒有講到這種程度 可是你要告訴我 你完全符合規定 這我覺得不太能接受 你完全符合規定 這幾個字應該是睜眼說瞎話 好 那問題是 休息給我補一句 問題是昨天的記者會 我們今天錄影是禮拜五早上 今天下午可能大家還在追問這幾個問題 你真的只認識一個人嗎 昨天也是禮拜四 下午2點的記者會 陳思宏部長坐在這邊 跟大家一個人 就是一夫當官萬夫莫敵 所有媒體來問問題 然後呢都我自己回答 有沒有違反規定 沒有 有不OK OK 都你自己講了算了 這個方法調查不用 不用 對 他說不用調查 而且還有人講說 再傳這個東西的話 就要叫法治組去處理 這是你個人影片耶 你叫指揮中心法治組去處理 是應該對疫情的訊息有誤的 那才叫法治組啊 我的意思就是 陳思宏部長現在在衛福部的地位 位高權重 好不好 對不對 有沒有違反規定 都你一個人做決定 沒有人敢挑戰你 這才是這個指揮中心最大的問題 我講的不是喝酒喔 我講的不是唱歌 而是一旦我們對於疫情的數字 疫苗等等的政策 當你有什麼意見的時候 顯然指揮中心沒有人敢挑戰你嘛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就算最後錯了 就算我說這個是個副指揮官 你看陳忠恩其實也沒有什麼 他被講說是那個3加11的開會的人之後 他自己也沒敢講什麼 他不敢喊扣 是後來對 是後來陳忠恩講說啊我記錯了 啊我記錯不然怎麼樣 不是自己講記錯是被人家發現 被記者發現 對 不是這樣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陳忠恩部長在指揮中心當中的 那個位高權重道 已經是國王心意的狀態了 明明沒穿衣服 拆訪說好漂亮 他也飄飄然 這對我們整個防疫的團隊來講 我覺得不是好事 已經變成是一言堂了 他一個人說了算 有沒有違反防疫規定 他說沒有 其實他沒有專家能告訴你 明明就是 不到1.5公尺啊 那個時候6月7號之後的新質疑 我也看得很清楚 餐廳是需要有隔板的 但是如果說一般的餐廳 八個人一桌對不對 如果是非特定人士 就是說 就是非特定人士 我不認識你就要隔板 但如果 他所有人都不認識啊 沒有重點來了嘛 修行姐 我本來也以為說 他那個狀況跟我們的指引不同 指引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我去吃個滷肉飯 我看到隔壁右邊的 我都不認識對不對 所以要有隔板 因為我們不認識 我們不要接觸 但是如果是非特定人士 就是 對不起 非特定人士要有隔板 特定人士一家人 八個人的話 坐寬一點可以在一起吃飯 去年是這樣指引 那他都認識 我就沒有去糾結隔板 結果他跟我講 他都不認識 那照理講 他應該要當場戴起狗 之後放起隔板 然後這樣才是符合那個指引 聽起來很古摸啦 像說去年六月沒有那麼嚴 對 我沒有要求到那麼嚴 可是這也太不嚴了吧 那這麼不嚴 你也可以跟大家自歉說 好我要注意 沒有 他說我完全沒有違反規定 這個議員堂 我覺得才是 整個指揮中心 最嚴重的事情 最後做結論 這個消息出來 對他的市長選情 跟參選可能性 大大的影響 蔡總統還會不會 徵召他去選某個這家市長 看起來要打一個問號 對喔 那就是說呢 他說他都不認識現場 可能他可以說 因為現場的人都認識我 所以我們算是都認識 那不過呢 剛剛韋翰點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說陳時中自己也說 這是去年 我們再強調 這是去年的影片 那去年有人拍了這個影片 照劉教授 照謝忻寧的說法 是傳播妹拍的啦 照劉教授的說法 是現場的女性賓客拍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強調女性 他說呢 是現場的一位女性賓客拍的 好 那去年拍的影片 為什麼在今年的11月才流出來 那包括了陳時中之前呢 王必勝也出事了 那王必勝也出事 陳時中也出事 而且影片還用去年的影片 陳時中說 他覺得喔 有政治鬥爭的感覺 覺得很詭異 但是他沒有證據 那這個所謂的政治鬥爭 現在有人說民進黨呢 內部現在最重要要競爭的職務 就是2022年的六都市長的提名 本來是初選的 現在呢 蔡英文決定要全部收回來 用徵召的 很多人說這是不會幫陳時中量身訂做嘛 因為初選的話 陳時中第一個能不能去初選 這個問題 第二個用初選的方式能不能贏 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陳時中應該隱約有感覺 有人不想讓他被徵召 所以這是民進黨內鬥 所造成的結果嘛 所以大家變成是一個看笑話 看我們自己的指揮中心 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原因背後居然是民進黨的內鬥 這個可能性高嗎 其實民進黨內鬥那是天經地義的 民進黨哪次沒內鬥啊 不過但我覺得內鬥 對他也沒什麼影響啊 這個看法我跟那個韋漢不太一樣 就是說到底對他台北市長的選舉有什麼影響 不用擔心啦 民進黨有一個免死金牌 只要打出這個是 只要抗中保台出來以後 我剛才無往不利啦 民進黨現在從現在開始 您看招商局副局長 不重要不重要 搞不好川島方子是陳時中啊 我知道他為了去殲滅他 他是為了去殲滅他 對對對 他去對岸臥底 對岸臥底 沒有其實你去看說 民進黨當然台北市長 任何六都的選舉 光選舉這件事情 對那些民進黨政治人物來講 先不講選不選得上 選的這件事情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 一個過程 所以內部的一些角力競爭 當然非常激烈 所以因此確實是政治鬥爭的機會 非常的大 而且很抱歉啊 你去看最近這六年來 比較重要的爆料 抱歉啊 都不是國民黨有辦法掌握的 感覺你們沒有這個能力 我沒有這個能力 我承認啦 國民黨真的沒辦法 都是民進黨 都是民進黨 一個一個 你像之前剛開始 總統府的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蜜劍們嘛 蜜劍們 對也很精彩 派客 哇那種 可是也沒事啊 那個後來就不了了之 什麼咖啡聽掉了筆電 然後就不了了之了 因為根本的原因在什麼 根本的原因在於說 說真的疫情開始趨緩之後 其實我自己也觀察到 台灣的民眾 也記不得去年6月15號 到底是什麼情況 我們這邊講那麼多 跟他講說 那時候防疫新生活的規定啊 1.5公尺啊 特定不特定 格攬不格拜 其實民眾根本搞不清楚 他覺得 看起來現在好像沒什麼事 疫情就這樣 他只可憐當下的感覺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支持陳時中一定要做 陳時中這一點就是 有玻璃有尬 對不對 反正遇到任何對他不利的事情 法辦就對了 這一個就是超級強的一個 第一個 我要跟陳時中建議法辦的人就是 謝忻你 對不對 趕快法辦他 對不對 散播講消息耶 說傳播妹拍的 對 竟然直接講 人家很多地方 最多要出來講 最多敢講到范菊妹喔 他講到傳播妹了 而且姓氏蛋蛋 還中共派來了 馬上 傳播妹跟范菊妹的差別是 這場你有研究嗎 我看報紙 研究出來 但跟 雖然我本來講 跟長頭髮都沒有關係 會打到自己了 沒事 賴世保口誤啦 那我要講就是說 你看光這兩件事情 多嚴重啊 如果真的是 所謂報紙所定義的 傳播妹的話 不是世信傳播 報紙所定義的傳播妹的話 你就違反公務人員的 那個相關的那個規範啊 對不對 公務人員倫理守準則 你就違反了 那你要不要處分他 對不對 他造謠你也是傳播妹 在那邊拍攝的耶 更嚴重是後面這句話 中法之處 對 中共派來的 拜託我們台灣反滲透法 是在那邊放在那邊涼快的嗎 裝飾用的 已經是直接指證 這是滲透行為耶 中共派來的 所以第一個先把謝忻寧 要不是你造謠說謊 對不對 你今天是污衊我們陳時中 對不對 你今天從此污衊他兩件事情 第一個傳播妹 第二個被中共滲透的對象 好那如果說今天謝忻寧 你起碼先去約談他嘛 他這兩個消息掌握到 從哪裡來 對尤其後面那個 反滲透法你要先去偵辦啊 所以今天看到這整件事情 當然我講的是很荒謬 我荒謬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 就被民進黨搞得非常荒謬啊 你今天還是朱立倫那句話 裡面每一件每一下每一條每一框 國民黨的人碰到 對不對 民眾黨的人碰到 柯文哲碰到 對不對 那真的就是千刀萬寡了 可是我直接跟大家講結論啦 一個禮拜不到啦 一個禮拜不到啦 結束了啦 大家也都不當中一回事啊 就像3加11陳時中 一開始出來就是 先跟你講說 他沒有這個會議是 那個陳中彥開的 就陳中彥很無辜 被人插一句說 我根本沒去開會 然後接下說我負責 我負責對不對 當大家都出來很有氣波 我負責的時候 等到四過今天就開始跟你講說 一個人出來說萬華才是破口啦 跟他們沒有關係啦 那萬華才破口被他罵翻之後 結果乾脆跟他講 3加11不是破口 還說3加11是我們的一個 所謂邊境管理一個很成功的規定 那時候不是要開始做宣傳嗎 政府很努力耶 那是我們的一個所謂政績耶 那你要這樣講 我說實在話 這件事情有怎麼樣呢 依照陳中過去的 船過水無痕啊 所以我認為完全不影響他台北市場的選領 他如果真的是 蔡英文清定的人選 照樣上場不悟啦 蔡總統關愛的眼神 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從他的身上移開 所以六都的提名人一定有他 對 我補充一下 因為強哥 志在參選台北市場 而且台北一定強 而且已經破百萬 強哥加油 所以強哥呢 太關注台北市了 我講陳時中 不是只有在台北市 現在大家都說他去桃園 對 所以我覺得蔡總統 蔡總統介入的原因是 可能他想要直接指派了 指派陳時中到桃園去選 這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陳時中看起來 不然我們可以問 對台北市相熟悉的思語 陳時中他就是想選台北 而且原本呢 是疫情五月中爆發之前 好像就差不多要轉換跑道了 就是說指揮官這樣做了一年多了 看起來前面前半戰 你說要臨槍起跑了 這是臨槍起跑大會 突然疫情就出來了 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他必須要把這個事情收拾好 所以他的這個支持度 民調也就下降了 那他想選台北 是因為他就是 在台北市的牙醫師工會 之前當理事長 理事長 然後他的本命區 我常常這樣講 他最熟悉的台北市 沒有想過到新北 那桃園更不要講了 但是如果在整個佈局當中 新北侯友誼不好打 桃園 鄭文燦接班人 不能輸的情況之下 蔡總統他想要自己調 就是說我今天要找最有 那如果說這個人看起來算是強棒 對台北來講跟對台灣來講 或許陳之中在桃園還更強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台北市的選民 每一個地方的選民 他的看法不同 台北市的選民 對於疫情跟疫苗 一開始沒有買足術的事情 可能更介意 那現在台北市的市長是柯文哲 但桃園是鄭文燦 所以鄭文燦的支持者 可以無縫接口的轉移給 陳之中或者是鄭運鵬 好這個話題 我們以後可能會再談 我只跟大家講說 現在講到 然後傷到他參選直轄市長的那個資格 跟可能性 不是單純指掌台北 台北 新北 桃園 我都一起講 都有 那你意思說這些可能性 都大大的降低了嗎 因為顯然有人覺得說 蔡總統不知道指派他去選哪一個地方 但為什麼要他呢 所以這個是去年6月的影片 一年半前 現在卻突然出來 照理講去年6月15拍完以後 去年6月16 郭台強生日那一天 就可以PO到臉書了對不對 啊哈哈 昨天好高興喔 對不對 為什麼沒PO 那至於拍的人是誰 所以實在 真的也不用太去 誰都可能拍啊 然後還有 謝忻你講說收手機 這個事情有沒有 那他也有可能拿的是 某董事長的手機啊 對不對 我的手機被收走了 可是我可以拿他的手機來拍啊 這些東西不可考 總是現場看起來是很歡樂的 然後以拍這個影片的過程當中呢 他覺得不太像 可能我們這個 前面我們對面的攝影帥哥 你有辦法 完全拍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被發掘嗎 我不太清楚 應該不太可能 所以就是說陳中他其實唱得久汗耳熱 也看到有人拿手機對著他 不以為意嘛 那這種場合怎麼會是不熟的場合 沒有戒心到這種狀況 一定是很熟很high很投入的場合 比較合理 不過我想陳之中心裡頭一定是在想說 這是有人想要逗他嘛 才會把去年的這個影片 今年把它流出來 那對於民進黨來講 現在最重要的2022的提名權 是被蔡英文主席給收了回去這件事情 黨內當然反彈也很多 因為很多越越欲試要參加初選的人 現在沒有初選了 要直接的徵招 而且大家都覺得他的機會很大 可能擋了很多人 叫做黨人財路 不是財路 黨人被提名之路 所以呢下手這麼重 那如果是民進黨的政治鬥爭的話 那這個幕後藏進人 他成功了嗎 思宇 我覺得我最近還聽到一個消息說 好像這一個飯局是一個高雄的先生 去邀請陳時中部長 劉教授啊 劉教授已經跳出來了 他已經跳出來了 身價1億以上的劉教授 對 然後我又聽到了蘇院長在昨天 11月11的時候有出來講說 這個手法非常惡劣 因為他造假了時間 那大家如果回想一下 其實蘇院長在之前 因為有影片造假 他好像是摔筆嘛 說他在做工技的時候的一些過程 他最會查的就是假新聞 因為他那個時候大概一個禮拜不到 這個人就抓到 那既然現在發生這麼重要 甚至是有國安事情 有這個中共派來的狀況 那蘇院長要不要也動用他的執行力 跟他的效力 去把這整件事情查清楚嘛 那查清楚就沒事啦 那也不會有 有陳時中部長講的說 有內鬥或是有政治鬥爭 我覺得這一併 也可以把它攤開來講清楚 查清楚還給陳時中一個公道 這個現場 到底有沒有什麼中共同路人啊 到底有沒有什麼 這個長髮妹啊 到底有沒有什麼 不可告人 違反公務員 政務官 應該出入相關場所的要素 應該一併查清楚 這件事情到底是會一併查清楚 還是一個禮拜過後 大家就全都忘了 曾經網路上出現這樣子的影片喔 這個 志強當然覺得說 一個禮拜之後 就沒人講這件事情了啦 那接下來呢 會講什麼事情 會開始在講海線炎家 海線炎家的這個事情喔 那炎寬恆呢 在兩個禮拜多的這個天人交戰之後 最後還是決定要這個出征 中二區的補選 那當然這一場呢 被定位成是民進黨的空戰 跟炎家的地面戰喔 到底空戰會打贏還是地面戰會打贏喔 那有政治觀察家 吳坤玉說 這就跟阿富汗戰爭一樣 美軍有非常先進的飛機啊 飛彈啊 但是打不贏塔利班的地面部隊喔 那真的這樣子會是一個最後的結果嗎 但是呢 在這個中間我們看到 其實兩個人的人格特質蠻多的 那這個是黃國昌啊 這個假設在立法院以後 都跟這兩位共識過的 黃國昌對兩個人的評價 他說呢 這個炎寬恆人非常客氣 人非常好 但是其實是沒有什麼料的 那呢 林靜儀啊 是喜歡黨同伐異愛亂講話 其實林靜儀愛講話這件事情喔 可以從他呢 在疫苗的這個相關的救濟會議當中 九次缺席的八次都要去上政論節目講話 看得出來喔 所以呢 這兩個特質啊 假設黃國昌的近身觀察是 這樣的話 誰適合幫中二區的選民來服務 這可能是中二區選民 在做投票的時候 會做的考慮喔 不過民進黨鋪天蓋地的這個抹黑戰 已經從什麼欠錢不還啦 然後呢這個綁架鄭蘭公啊 已經開始了 這到底是林靜儀要選 還是周遇寇要選 已經看不出來了喔 志祥 首先喔 我覺得民進黨這個策略喔 對我一個好朋友 是很不公平的 那好朋友 他的政治立場 下來跟我是長期吻合 我非常尊敬的人 就是陳其邁 你這是陳其邁專家耶 現在 陳其邁一個政治主張 那是台灣可以 就是列為精神理秀的標語 非常強的一個口號 叫做 萊豬進來 總統下台 所以我對陳其邁 從那時候開始非常的驚訝 所以陳其邁政治立場 跟我一直是非常長期的一致 怎麼可以這樣子打人家言家啦 現在民進黨整個打法 就是打人家爸爸嘛 對不對 以前有人只要敢碰陳其邁的爸爸 不得了啊 你講到他爸爸的時候 哇全部都出來說 欸你為什麼要把這個 父輩的賬算到俄輩身上呢 他爸爸貪污關他什麼事情啊 他爸爸貪污 你就可以罵他貪二代嗎 你這樣做人做事公道嗎 不是嗎 以前他在選高雄市長 你只要敢碰到他爸爸的話 網軍開始修理你啊 我覺得陳其邁的回力標 怎麼這麼多啊 等一下強哥 你我今天發現 你跟陳其邁理念相通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圖是你做的嗎 哈哈哈哈 我發現後面那個人是陳其邁耶 欸真的 真的耶 對不好意思 我被抓到了 我擔任陳其邁設議 秀琳姐已經 秀琳姐已經知道了 好不好 陳其邁已經 這場的地方就有陳其邁 對啊 這樣就看得出陳其邁 對啊 哇超強超強 所以秀琳姐 你跟我是 我知道 已經埋得很深就在這裡 埋好深喔對不對 我就要講嘛 其實這一場仗 我說實在話 他派林靜宇出來 其實民進黨的路線很清楚 民進黨已經是決定西瓜 東瓜南瓜北瓜 什麼瓜都無所謂 只要是個瓜 那個瓜 就可以放在那邊 那這個瓜什麼 既然只要是個瓜都可以 我 蔡英文當中找我喜歡的瓜 林靜宇拜託 當 東廠打手 當得這麼秤心如意 黑那個BNT 他也是黑的 一把照啊對不對 然後真的要他去 這個幫我們的 所謂的疫苗 不良反應的一些受害者 去爭取權益 哇 九次會給你七次八次缺席 缺席王對不對 你知道這樣的一個人對不對 講話對不對 而且他還是我們的核 那個什麼支持核 那個 那個能源專家 有他在證明我們的能源 台灣的 蔡英文的能源上場 十點以後關燈就好了 電動共用 十點以後關燈對不對 哇那不得了 你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大家就是 少子化的國安問題解決 同時也解決能源問題 他是我們民進黨的人才耶 全能的 全才 對 這麼棒的人才 放在台中第二選區 說真的我覺得是有點委屈他啦 你看一次 他應該搭檔跟蔡英文選副總統 會比較好 蔡英文滿任的 下一個看賴清德還是鄭文財 收去當副總統 剛剛好 民進黨這一場所謂的 台中二選區的選戰 就兩張牌結束啦 第一個打爸爸啦 就這麼簡單啦 第二個什麼 就是抗中保台了 民進黨為什麼這麼有底氣 要去推林進營 我剛剛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罷免陳柏惟 在那個地方 竟然開了七萬三千票 這七萬三千票 我告訴大家 絕對不是喜歡陳柏惟 就這麼簡單 陳柏惟如果在立法院的 那個立委排行榜裡面排行 他如果排行 擺爛第二名的話 第一名絕對從缺 他正好就是全台灣立委 一個表現最差 最糟糕的一個 所以因此 所有的事情 他監不起任何一個 當所謂的立法委員的檢驗 所以 大家不會是因為支持他 去投他的 那是原因是什麼 因為整個當成罷免戰 民進黨只有一個主調嘛 抗中保台啊 所以中共通的東西 那抗中保台裡面的先鋒大隊 就是林進營啊 林進營就抗中保台的 抗中保台隊啊 那打下去七萬三千票 民進黨盤算很簡單嘛 我告訴你 只要他在補選 一樣開出七萬三千票 我也不認為嚴加會贏 為什麼 因為補選本來投票率就比較低 所以如果這邊的支持 就是嚴寬恆的票 嚴加的票 沒有出來 而你的抗中保台票集結起來 民進黨衝出25%就好了 對 那我告訴你 那這場選戰是不一樣 所以因此 民進黨這一次 從罷免戰開始 到這次的補選戰 甚至包括我們講公投戰 你也發現民進黨已經是 窮到只剩抗中保台了 他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講了 他其實遇到任何人 就是先跟你一個 抗中保台的那個緊箍咒 開始念念念 然後所有人頭就開始緊 然後就開始變成Zombie 就開始跟著民進黨這樣 開始走 他現在就是在玩這個東西嘛 所以只是回頭就問 我們台灣的民眾 我看這件事是很豁達的 為什麼 關鍵在台灣民眾 你真的能夠抵抗那個鈴聲嗎 那鈴聲咬了 你有沒有抵抗力 如果你沒有抵抗力 你沒有抵抗力 對 我們是那個 東方的殭屍片 才有這個 西方的沒有 西方就是開始亂咬了 那我跟大家講 那抱歉 如果說這樣能贏 公投他們也靠這個 2022也是靠這個 2024也靠這個 2026也靠這個 2028也靠這個 永生永世 300年 就是抗中保台打到底 台灣的你們要嗎 所以台灣的每一場選舉 都變成這個 世宿列車 施展朝鮮 對對對 這種概念在選就對了 不過林靜宜是說 在立法院的表現 他覺得他有信心 絕對有信心 比顏寬恒當年在立法院表現好 那其實林靜宜當時在立法院是不分區立委 他是一屆的不分區立委 那他在立法院裡頭 所以推動的法案 整個一屆大反彈 因為呢在勞基法修二的時候 他被批為財團發生血汗醫護 對他非常不滿 還給他取了綽號 叫做林靜英 林靜宜對於 針對勞工的任何權益 通通不敢出聲 叫做林靜英 在修勞基法的時候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能源政策 他的這個荒謬的這個發言 那現在呢 他即便不當立委 他去疫苗會議 救濟審核會議當中 居然被選為委員 都不開會 請假王這件事情 所以他會認真的 把他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嗎 還是成為民進黨的抗中保台大將 是唯一的工作 會是這樣嗎 那人民會被這樣子的一個路線的設定 而影響嗎 我不曉得啦 海線嚴家的這一局 如果說最後是由抗中保台來決定的話 也許台灣未來的選舉 都是這樣子決定了 因為我覺得對林靜宜醫師 我真的很想幫他取一個說話 叫做金氏醫師 因為他有三個反 就是反制 反專業 然後還有操作反中 這三件事情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很常看到他上爭論節目的影片 因為可能他上爭論節目的機會也很多 那我這邊有一個就是三例的影片 是之前他去講 針對BNT的事情 民間要買BNT的事情 一般台灣買疫苗的人 他堅持要買BNT 不論多困難他都堅持要BNT 你明明這條路外面可以走 你可以說我來幫忙再談一下輝瑞 我可以來談一下莫德納 我來幫忙再談一下AZ 為什麼談了半天都是BNT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問的問題 那第二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 我們買BNT從頭到尾就是中國在卡我們 之前講過上海復興這一批 為什麼他們很急 因為快到期了集齊品 整個事情回到最後 我覺得啦 就是上海復興有一批貨底一直賣不掉 但他這中間過程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是一開始他說什麼 他說那個BNT是集齊品 可是我們回頭看現在的AZ 上個禮拜到貨的只要一個月就要到錢 那AZ不是嗎 之前的BNT就是現在的AZ就不是嗎 那或者是說接著再講說這個 明年我們陳時中部長剛宣布說要買2000萬計的 這個莫德納跟AZ 那甚至就有這個精神科醫師潘天師就跳出來講說 為什麼要買莫德納跟AZ 我們不是應該要多買一些BNT嗎 因為BNT它的時效其實是比較長 它可以停留110多天的一個校期 那為什麼要現在才要 才要就是去買AZ跟莫德納呢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奇怪的 那又或者是林靜瑩又講說 如果我們買1000萬計的話 我們台灣絕對到貨1000萬計絕對打不完 那事實現在證明是不是一個笑話 因為所有他講的東西都跟事實 全部都是不一樣的 那後續我覺得這有非常多的內容 這包含現在如果沒有民間的力量的話 只靠政府或者是靠林靜瑩醫師在節目上 專業反專業反制的過程的話 現在BNT的到貨量已經到達860萬 我們自己買AZ只有700多萬計 所以我覺得在這整個過程中 不管林靜瑩醫師是東廠市打手 他在所有給民眾的資訊上面 全部都是三個反 反制反專業跟反抗中操作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 當然他現在是用醫生參選 就是以醫療專業來進入立法院 他上一次以醫療專業 進入立法院的時候的表現 大家都看到了 那他以這個醫療專業 在疫苗會議當中的表現 大家也看到了 他以醫療專業在政論節目上面說 BNT是極其品有危險 這個大家也都看到了 那現在民進黨只能打這個抗中保台的牌 但是空戰就是這樣子全面的轟炸 那空戰的轟炸跟現在 嚴家只能用地面部隊的手勢來比 誰會贏 尾翰 台灣政治分藍綠白 但也不只藍綠白 有很多人他其實是沒有什麼 特別的政治意識形態 他就是說這個事情我覺得對就是對 不對就是不對 公投就是要對是不對人 那你看公投的四大議題 其實林靜瑩醫師也都有表態 他最近已經不叫林靜瑩 也不叫林靜瑩呢 他最近叫林墨娘 因為有人講說哇你看看 靜是什麼 就是安靜就是墨 那娘呢對不對 就是娘娘就是姨 母姨天下 所以林靜瑩就是林墨娘 開媽祖玩笑大扣分 挺他的人 挺錯 挺錯方法你會害到林靜瑩 林靜瑩基本上 他是一個黨藝優餘專業的人 就是說其實我不覺得他沒有專業 剛剛思雨在講一些疫苗 BNT四次有兩種 網路上面風向打什麼他都打 民進黨到時候講勞基法怎麼修 他都聽 他是貫徹黨議 你是說他是用專業來幫謠言背書 不是 專業的部分我覺得他有 可是他的過去這段表現 沒有看到太特殊的專業 但是看到他都是根據黨的意志 貫徹到底 黨要我挺 什麼我就挺什麼 要我修勞基法 我就修勞基法 勞工抗議不管醫護怎麼樣 打電話來以後 當然助理就是去放賽不行嗎 好 就變大便立委 他就是這個講話比較直 而且 但你要知道喔 思理家就是林靜瑩的人 覺得說他人其實還蠻nice的 可是遇到了政治議題 剛剛思雨講 抗中喔 他對於這個意識形態 他非常的堅定的 2020年他還是 蔡英文總統的 競選總部發言人 他還被派去 因為他當國際部主任 你看又是醫師 又是國際部主任 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講說 任何在台灣支持兩岸 有可能應該統一的人 就是叛國啊 那這已經違憲了 他不知道 憲法不是這樣寫的 但是 他就很敢講 所以我說爭議其實並不少 那秀琳姐 今天不Q導播了 Q秀琳姐 黃國昌那一張我們來一下 黃國昌前委員 他看得很精確 可是他沒有看懂啊 他說 林靜瑩愛亂講 言寬恆沒有料 他似乎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是主觀的看法嘛 我先問大家 一個民意代表 應該是怎麼樣 才叫好的民意代表 在立法院會修法 或是每一次都有簽到紀錄 會開記者會 每天上政論節目 還是都沒開記者會摸摸摸 文 雖倫姐最清楚啦 以前立法院 225席立委那個時候 說實在的 其實是國會的記者 也未必記住全部的立委 可是呢 有一些人你一定會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天天會開記者會 甚至有重大議題 他是等於是 當年的KOL 意見領袖 撈魚啊 啊 委員委員親什麼 就那幾個 這媒體寵兒 政治驚童 可是重點來了 那其他的委員在做什麼 其他的委員 有的他可能很會弄法案 可是他沒有上節目 然後言寬恆 黃國昌給他的評價 沒有料 什麼叫民意代表 倒回來變代表民意嘛 民眾願意讓他代表民意 他就是好的民意代表啦 民意代表分很多種 我現在不是在誇言寬恆 言教言家的問題 他在台中你看 他的爸爸言親標 海線霸主 宗教霸主 政治霸主 從里長幹到藝人 就叫你不要打爸爸了 你還打爸爸 沒有啦 因為他們一定會打爸爸 其邁在說你沒有在聽啊 但是其邁在後面已經 那個其邁這個 郵報琵琶半正面 千枯八幻使出來 再打爸爸 強哥就要去台中夜宿開獎了 對不對 重點在這裡嘛 你今天爸爸和兒子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你說實在的 會不會有影響 會 但你能影響多少 沒有那麼多了 大家也知道啊 你一直跟我說標革要做什麼 標革可能關上我也知道啊 可是顏寬有被關嗎 對不對 懂我這什麼 你不能拿爸爸的事情 如果照這個邏輯的話 那陳正南所有事情 陳清白都要蓋瓜承受啊 那他就跟隨退出政壇好了 對不對 所以重點在這裡 有沒有效 有 可問題是他的效果會是多少 所以當空軍跟陸軍 我們前面那一章 我再往前推有沒有 空軍對陸軍 空戰對陸戰 我告訴你空軍他也不會沒有陸軍 林靜宜可能在陸戰的部分 沒有顏家強 但是這次幫他的還有地方的議員 那些議員就是陸軍 那你說顏寬衡 他顏家只有陸軍 但是都沒有空軍嗎 都沒有可以幫他論述嗎 都沒有媒體會講他什麼東西嗎 也是有的 只是沒有那麼強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矛盾的對決 那上次我評估 陳柏惟罷免不會過 因為我不認為投票率會超過50% 結果呢到了51.7% 所以顏家等同 在地方實力上面打我的臉 離開台中那麼久了對不對 居然一個罷免案可以投票 投到51.7% 過去都沒有 那你再倒回來看 因為以前補選也沒有過五成了 那這次有沒有可能過五成 照理講應該不會 但如果會呢 那又是極致的對決 我一句話跟大家說 其實罷免跟選舉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不願意罷免陳柏惟 因為台中人比較溫和嘛 可是或許他跟顏家的關係 他會覺得說 那我還是要還顏家這個錢 還什麼錢 所以你沒有欠他錢 很多人欠他錢 那天顏寬人出來開記者會 朱立倫 盧秀燕 中張頭的立委 許舒華 謝一鳳 江啟成 台中市的議長副議長 以及一趴的國民黨議員都在 講完之後換他們都離開 換顏親彪來接招 不去戰不會戰 接招挑戰 有沒有 不 對 就說要戰找我阿飄 但是我們怕去選舉 我們怕去選舉 那海鮮強 那你就不要去那裡 要是不是找我來就對了 我要飄 可是重點就是他們把它切開 你要打污水戰的部分 爸爸奉陪 那彪哥 他在地方的政治實力 嚴家 那在那天 我要講什麼 那天在那個直播的時候 我看了好幾個 好像就有一個網友寫說 阿我阿嬤剛剛講 全家都投嚴寬狠 然後就有很多網友笑他 他就是在補充說 我講真的 阿嬤剛剛講了 為什麼 顯然家裡面的長輩覺得 我們欠嚴家請 欠嚴家過去這幾年來服務 在10月23號的陳柏惟罷明案之後 一直到11月9號 嚴寬狠宣布參選的 這三個禮拜的期間 其實嚴寬狠是不見的對不對 但秀林景你去翻 他的臉書在11月5號 PO了一張圖 就是他去台中殯儀館 蔣士額那邊上個箱 就那篇文章而已 其實我懂他要講什麼 因為這段期間其實嚴家 還有嚴寬狠 並沒有離開台中的服務圈 他雖然已經沒有當立委了 可是他妹妹叫嚴立民 是台中市的副議長 所以他都有一個 嚴寬狠 嚴立民服務團隊 那我前一陣子 我也都在台中嘛 回去台中處理我媽媽的事情 就看到他們其實到處都在跑 所以這些有受人點滴 台中人比較純樸 有被幫忙到的 或是覺得欠他一份請的人 這次選舉會出來投給嚴寬狠 所以強的陸軍跟 黨政軍蔡總統出動的空軍 上次的那個預測錯誤之後 有人跟我講說 不要再預測誰會贏誰會輸了 一定會蠻接近的 但你要講說 因為是嚴家 所以他一定會落選 沒這回事 你要講說因為是嚴家 他一定會當選 那就要看最後年輕人的一個情形 現在看得出來 2020年跟現在的 這個兩年的過去以後 民進黨支出已經下滑了 好 疫苗的問題啦 防疫問題 已經沒有那個時候的一個狀況了 那剛剛前面那一題 我補一句 唱歌的人 剛剛強哥講有沒有 如果不是陳時中 喝酒唱歌的人 如果是朱立倫 不夠強烈啦 我直接跟大家講 你把那個畫面換一下 如果是韓國瑜 會怎樣 馬上告訴你哪幾個地方 違反防疫的規定 對不對 對 虛空什麼都來了 如果那個人的臉換一下 就是這樣 政治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對台中的這個 二選區的一個看法 非常激烈 但是呢 在這個選舉之前 有一個公投 12月18 所以12月18之後 到底幾個過幾個沒過 也會影響那個藍綠的板塊的位移 所以現在講 1月9號的補選結果太早 但是呢 確實非常激烈 對啊 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補選的投票率是1月9號 但1月9號之前 12月18有四大公投 那到底這個四大公投投出來的結果 會不會是抗中保台牌大發酵 因為現在民進黨唯一的牌 就是剛才強哥所說的 只剩下這一張牌 那這一張牌 到底還能夠多麼神勇 多麼神奇 12月18號會見真章 而這個12月18號的公投結果 也會牽動接下來的1月9號的補選的結果 那有關於公投這件事情 我們後續的節目當中 都還會持續的討論 提供更多的資訊 還會再邀請羅志強 這個窮酸的 這個四個同意公投的造勢的策略 那今天的全民平民禮 我們就到這裡 愛理不理隨便你 我們持續提供更多的資訊給你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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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